林伟君挥别公车改上铁马 苹果日前之际东区咖啡厅有欲望城市Fu的聚会 但女主角是谁呢 应该不是我吧 我想演Mr.Big 咋不咋死 快咋死我啦 拜托不要再难了 我说就是了 重点当然是人称公车君的欲望好手林伟君啊 哎呦男人多入列车厢 一度从公车升等为火车的伟君 似乎洗净千华改与姐妹们聚会 哎但怎么神情有点失落呢 哎都怪现代人文明病 不管是有聊无聊玩手机都是必要 哎呦这还会传染呢 伟君也不甘失落加入重度3C的行列 嗯34岁伟君出道十几年了 他长得正是依旧正 但代表作始终是绯闻是怎么回事 哼事实上他的心早已不在台湾了 要去上海开餐厅的他放话 站不接引本土去啦 各位观众伟君进化啦 跟姐妹们的聚会告一段落 两两抱别 哎唯一没跟他抱别的中性女性 骑着和伟君同款同色的铁马离去 选急他不知为了避嫌还是怎么着 踩着和中性女性同款同色的铁马 可以分头走 哇这活脱脱证明了一件事啊 那就是以后不能教你公车君 要改叫铁马君了 苹果原来新闻 余君君表示 报道